看着眼前长达十米的鳄鱼 男人瞬间流出了口水 于是他赶紧掏出汽油 制作了一只简易的火箭 接着瞄准了远处的鳄鱼 利剑就这样穿透了鳄鱼的脑壳 鳄鱼翻滚几秒后停止了挣扎 而被喜悦冲昏头脑的男人并不知道 鳄鱼刚刚其实是在装死 当男人距离他足够近时 鳄鱼立马发动了攻击 可男人却因为过于慌张 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准头 为了躲避鳄鱼的猛烈追杀 男人匆忙钻进了一辆汽车中 然而经过末日洗礼的便衣鳄鱼 直接一头撞碎了汽车外壳 眼看男人就要命丧黄泉 巨型鳄鱼却突然被拖走 仔细一看原来是马哥 面对鳄鱼的血盆大口 马哥举起大刀就是一顿输出